而你們最好的是卻懂寫禮 只懂得寫 blog 記文陳茂波 貴宿還躲上 然後就找我們的立法會教輝 這個主席吳亮星 保皇 面皮幾尺厚 不知廉詞 抽着怎麽寫知不知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還要我們的立法會 幫這樣的小卿政府背書 主席,我刚才很小心聆听各位发言的议员 其中我听到有一位郭诚诚说自己是学者读书人 对他的发言骂了一冲 包括骂很恶毒地骂了主席 我觉得这些是不讲道理的行为 关于今天加强了保安设施 我们是支持的 因为正正就是为了生命安全 另外也有很多人指责主席你不让人问问题 但我们大家都清楚知道讨论这个文件 已经花了很多次会议,讲了很多个小时 上个星期五也谈了六个小时 有两位说还有很多问题问的呢 他刚才的发言就说 何秀兰议员呢 他说上次会议他还有东西未问完 但我们看上次会议 他是在六个小时会议里面最后那十五分钟 走下来去帮手问 他目的似乎是想当日不可以投票 何秀兰议员简单 其实议员应该是有质素的 大家发言也是应该基于事实的 如果是凭想象就去扣帽子呢 我请谭耀宗议员收回刚才那句 似乎后面一大串的指控 好,我想议员刚才分别都包括对我在内 都提了很多不同程度的指控 我希望到此为止 大家都不要针锋相对 对于个人方面 大家应该互相尊重 此点我仍然希望大家作为议员之间的 一个互相尊重的基础 下位议员 叶健敏玉 主席,在我发言之前我想提出一个规程问题 先所说的就是两类性质不同的 一个是对其他议员的批评 另一个就是对议员的发言猜测他的动机 两件事是不同的 而对于后者,刚才议员要求你作出裁决 我相信是非常之合适,也是应该的 请主席首先作出这个裁决 然后再处理跟着来的程序 你继续讲完你的三分钟 我是希望你能够作出你的裁决 我已经裁决了 我是希望大家由现在开始不再进行 你们互相的不尊重对方的包括揣测 如果有任何的冒犯性 我会在未来再继续发言的话 我会提出我的要求如何处理 主席我理解你的裁决就是一个劝语 是吗? 我首先劝语的 通常我都是作出首先劝语 甚至警告 但我现在亦都开始提出大家 如果再干扰了这个会议的程序 或者会议的进行 我会提出更严重的警告 好吗? 现在我们再纳入现在叶建言议员的发言 好 谢谢